大慈大悲 要追求力量 它叫智慧 般若智慧 金刚般若最高的智慧 摧毁一切痛苦 就像文殊的智慧间 这才是最高的宝 这一点是自己要抓定 那佛教的第三种智慧呢 最远慢了 那就是佛的智慧 原来生命的意义 在帮助所有的生命 以苦得乐成佛 所以 那我们就要去了解 摩合波罗波罗蜜多 怎么做 这个大圆满智慧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结底结底 波罗结底 波罗生结底 菩提撒波合 所以每一个佛都圆满了 所以我们也要追求这个脚步 但是要成佛 不能光一个法门 各位你要了解 世间法的善法 出世间各种善法 你都要学 印度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他们在追求什么 我们也要毁 你不能说 我是佛教徒 因为一个菩萨 要成为各种宗教的引导者 以一个暂时的福报 然后再让他们 再高一点层次 你不能舍弃他们 所以你对所有万法 世间的跟所有宗教的出世间 你都要懂 但是你是站在一个最高的 究竟的空性 平等的大悲 来学一切 你不能说 我是念佛了 我干嘛学插花 插花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念佛了 我等吃饭就好了 我干嘛煮饭 所以我们出家的人 刚出家的时候 师父要求我们煮饭 扫地 弄衣服 每天都在忙这些事情 有些人 师父 我们来出家忙这个干嘛 我说你以前是 为你自己自私在忙 现在师父要你学的是 为众生而忙 你把马桶沙弄干净一点 让别人上厕所方便 你买了卫生纸好一点 因为你要服务大众 所以对我来讲很容易 我刚出家 我师父叫我每天整理房间 扫厕所 清水沟 我说太容易了 因为我在家 我19岁离开富贵家庭 就在搞这个的 我每天把它弄得干干净净 很欢喜 为什么 动机不一样 以前是为了赚钱而做 现在是为了服务众生 累积资粮 培养悲心而做 做得高不高兴 高兴 厕所给他扫到干干净净 我师父更厉害 他走过的地方 他都用他手摸一下 他一种美酒就知道 不干净 地上也亮了 桌子也亮了 每个地方都亮了 你不能说 我出家 我要读佛学院 我要打坐 每天去扫地干嘛 那你不懂佛法 因为佛法是为了帮助世间 而且超越世间的方法 这一点 藏传佛教学在说 每天他们做多嘛 他说我发觉只有做多嘛 但世间淘汰他不会 一点也不会 我师父说最好的多嘛 就是炒菜给你吃 所以我师父亲自炒菜给我吃 煮饭给我吃 我很惭愧 学这个读书太容易了 因为你要懂得令众生欢喜 特别各位是在家人 因为你有家庭 如果说你今天在学佛 你不能说 特别奇老公我要修家庭 准备离婚吧 我修十万拜 我拜那个 你完全错了 你把你老公衣服烫十万次 那是家庭 你帮儿子洗澡十万次 那是家庭 你帮你公公婆婆 按摩那个叫大礼拜 你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说这个是家庭 所以因为你不懂佛法 所以佛法是一种入室的方法 大乘佛教 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 他不了解 以出家人的方法 出家人是出家人修行的方法 跟在家人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上师如果不懂世间法 他以他的方法来教你 弄得你自己跟世间脱离 这样了解吗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了解 所谓的悲心的智慧 那你是在你的范围里面去实践智慧 而不是脱离这个现实的范围 所以你是个病人 你是个护士 你是个医生 那你每天都在修假行 因为你是个医生 你要观想你就是本师 你是药师傅 护士是你的日光月光菩萨 病人是六道宗生 那透过药 透过针灸 透过按摩 去修假行 所以我讲的叫生活的智慧 叫生活禅 而不是脱离 如果脱离 那你会觉得 那我修了十万遍 为什么跟我日常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烦恼还是烦恼 痛苦还是痛苦 那你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各位看到 我天天在流浪 在坐飞机 坐世间的事情 但是这里面样样都是佛法 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 不懂世间的方法 不可能发菩提心 其实我这句话 父母没有照顾好 先生太太儿女没照顾好 家庭事业也没照顾好 说我们在修行 那个是非常大的邪见 你等于断除了世间 这个叫离世求菩提 恰世求兔脚 你希望兔子耳朵变脚 那是骗人 所以佛法的存在 是为了世间 所以你要满世间的圆满 然后再超越这个世界 所以大乘的目标是众神 世界 那你要过得众神 比如说你今天在美国修行 成为美国的首富 健康的人 那美国人都跟你学 那可以 成为一个superstar 大家看你又健康又快乐 你为什么健康很快乐 因为我吃素 我爱护儿女 我照顾家庭 你千万不要把佛法 拉离开世间 在追求个人的成就 那又错了 所以佛法一定要 要想办法融入于这个世界 那这才叫慈悲 你也叫不舍众生 不舍世界 不能舍弃 不能够离开 你要找到空性 你要离开 不能离开世界 射即是空 射不亦空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你眼睛跟对境界 这些就是你从这里面 去修空性 修慈悲的 不是把眼睛挖掉 就像我们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都会问 你有没有性能力 我师父这个不行 没有性能力不能出家 那你修什么 你要懂 你有没有丰富的感情 师父感情不好 错 要爱所有众生 你要有丰富的感情 这是透过智慧慈悲 把感情变成悲心 而不是断离这个世界 所以有时候我发觉 很多人虽然修大秤佛教 但是他行的是 一种断灭 就是没有的 或甚至一种 个人小秤 他不是真正的在利益众生 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要去思维 这些道理 所以生病也是修行 有钱也是修行 没钱更是修行 任何时间 任何姻缘 文书菩萨说的 姻缘就是最好的老师 各位记住 我发觉现在有个问题 像我跑来跑去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上师师父 因为我不喜欢跟信徒 太强烈的关系 依赖我 抓着我 我都已经够累了 你还抓我 因为依法不依人 把这个法用在你的身心 跟你的家庭 这是我们要做的 你不是对我非常好 恭敬 那时候跟你先生处不来 跟你太太不讲话 你儿女讨厌你 我爸爸怪怪的 吃素吃都怪怪的 那你已经不懂了 为什么会别人这样 因为你脱离世间 脱离慈悲 你只站在你的立场 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 在修行 大乘佛教 永远站在对方的立场 在修行 而且要做到 冤亲平等 有钱没钱 一样对你好 爱你恨你 一样对你好 那这些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不能有个人的目的 一切为众生 要开发出这种 最圆满的智慧 就叫帮助众生的智慧 叫磨合波罗蜜多 帮助法界的智慧 所以那世间人 喜欢干净 所以你这个人很干净 世间人喜欢漂亮 所以你这个人很庄严 世间人喜欢有效率 所以你做得非常有效率 所以我师父说 写字要比别人漂亮 画画要比别人漂亮 做菜要比别人好吃 唱歌要比别人好听 不能佛法有什么用 佛法就是超越世间 所以释迦牟尼佛从小就视线 谁射见也没有赢过他有利 对不对 谁自己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超越他 所以他是有而不执着 这个有这个能力 是为了奉献 而不是标榜自己 但是如果你世间法都不圆满 因为我发觉很多年轻人来修行 甚至出家以后忙得打坐 忙得看经典 忙得做佛教的事情 世间法一律不懂 也不想去参与 也不想去关心 这样的一个动机 来学佛对他是个伤害 所以我想最高的智慧 你想服务众生的智慧 所以美国国家怎么管理 那你都要悔 你不能说总统 你会我不会 所以佛陀是具足总统 转轮圣王的能力 而放下成为佛陀的 你不能说 我不会唱歌 我不会化妆 我不会演戏 我不会煮饭 我不会经营公司 你都要会 但不执着而已 所以在这一点 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叫他 各位有戴眼镜的跟我一样 戴眼镜的就是 一个眼镜放在你脸上 脸就变形 你要找到一只刚刚好的眼镜 那也有很高的智慧 所以而不是说 按照你的想法 去套在别人脸上 这个就是一种 和 协和 配合 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 那这一点 各位首先 你要放下自己的动机 叫我执 也放下对外界的分别 叫法治 所以你要达到这个智慧 你首先要 你不断除我执法执 你去追求佛法 反而伤害你 你会用 我的想法来解释阿弥陀佛 这不是阿弥陀佛的想法 所以你要完全无我 没有分别 去除 烦恼障 所知障 那你去思维阿弥陀佛的想法 所以我想 所谓的善知识 你必须看出 他有这个点 才可以 如果你要追求 菩提心 当然 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一点优点 你可以去学 但是不要执着 我发觉这个末法事件 如果你认为说 我善知识只有一个 对你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毕竟不是佛 在这个末法 这个末法时代 都有 有人性上的缺陷 但是佛陀要我们 按照经典 佛陀的经典 跟戒律 去修行 而放宽你的眼睛 去学习 所有世间的圆满 就叫万行无愧 美国人的特点 墨西哥人的特点 日本人的特点 华人的特点 动物的特点 你都要吸收 千万不要把自己 弄得很紧 我有很多功课没做完 对不起 我没时间去管这个 那你这个叫脱离世间求菩提 等你都学会了以后 你完全没有用 就像在象牙塔里面 研究经济 研究了十年 叫你下来做老板 这公司一定要倒掉了 这个世间的股票 局势发展 你要息息相关的去了解它 然后用佛法来帮助 这样可以 我脱离所有的世间的一切 然后来谈佛法 就像各位 我坐在这边跟各位谈 你们是世间人 有家庭 有事业 有可能 那我不能脱离你们 我必须要了解 对方的感受 立场 你才能够去谈佛法 所以在这一点 那这个叫大乘的 入众生心的智慧 完全无我的 把我放下 自我爱惜 自我对佛法的执着 都要放下 那你要完全融入于对方 以融入于对方 来追寻 帮助对方的佛法 方法 所以自己 只是一个 一个混化的存在 所以我讲这个 有一点困难 但是 但是